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迷分享的话题是 伊藤美城,齐开得胜 好赢要打败国拼顶尽选手夺冠 陈梦霸气回应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国拼的这些消息 目前国拼正在参加新加坡大满贯的赛事 那么 就在近期呢 国拼的众多王台选手 都已经成功晋级到下一轮比赛 那么其实我们除了冠军啊 国拼的球篮表现之外啊 我们也要 这个留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晋级球队 也就是啊,这个日本队的表现 众所周知啊,在近期 这个日本女队的王牌球篮 伊藤美城啊,齐开得胜 拿下了大满贯赛事的 开幕红 那么伊藤美城3比1啊 击败了德国选手韩银 伊藤美城啊,也是崭新出了 非常不错的竞技状态 那就说明了 这个伊藤美城前淡时经的 这个封闭训练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那么在 在结束了比赛之后啊 伊藤美城表示啊 希望在大满贯赛事中啊,拿到好成绩 那么这次参赛的最轮目标啊 就是希望啊,能够打败中国队的 顶尖选手 那就引外之意啊,也就是说伊藤美城啊 希望击败国拼女队的 众多王牌选手 希望啊,能够拿到大满贯的 居当冠军 众所周知啊,伊藤美城 这名球员啊 这个身上的热点呢,也非常的高 那么在前面的国际大赛中呢 这个伊藤美城也是曾经放出猴鹰呢 想要击败国拼从而夺得冠军 但是最终的,很多次啊 都是啊,直接被国拼的王牌选手打哭 直接啊,内傻赛场 那么面对这个伊藤美城的强势付出啊 很多球迷也是感到有些担忧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担忧 这个伊藤美城想要拿到本次大满贯赛事的女端冠军 难度非常大,可谓是难如上清廷 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首先呢,伊藤美城被分在下半区 虽然说伊藤美城成功的避开了 身影沙,王曼玉,刘斯文等点击高手 但是啊,国拼女队在下半区啊 依然拥有众多的王牌球来阵手 比如说,陈梦,王艺迪 那么呢,伊藤美城想要进入决赛 首先就要战胜了陈梦和王艺迪 众所周知啊,王艺迪在前面 多次啊,击败过伊藤美城 善得上是伊藤美城的克星 然后呢,陈梦啊,本次大满贯赛事啊 竞技状态非常的优秀 那么在比赛中啊,陈梦三比零 横扫了日本队的左团图 展现去了优秀的这个竞技状态 那么OK啊,陈梦也用行动啊 做出了霸气的回应 虽然说陈梦啊,横扫了这个日本队的年轻小将 但是呢,在赛后啊,陈梦并没有太过高兴 而是马上啊,投入到了紧张的积极 这个训练之中,可以看出啊 陈梦也在等待一个机会啊 想要击败这个伊藤美城 从而啊,让自己的状态啊 进一步的提升 众所周知啊,很多球迷对于陈梦啊 寄予后啊 在去年的比赛中啊,陈梦整体战绩啊 比较的低迷 那么新的一年呢 如果说陈梦能够成功击败 这个日本队,这个日本队 这个日本队一姐的话 对于陈梦啊,这个信性的提升啊 应该是大有好处的 那么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伊藤美城,虽然说想要击败国平独冠 但是呢,从国平队的强大使命来看 伊藤美城是否能够冲去下半区 都还尤为可知 更何况啊,这个国平女队的上半区 拥有沈以沙王曼日这两位王牌球员 所以啊,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伊藤美城啊 这个本次比赛想要独冠的难度非常的大 当然了,作为一名理性的球迷 我们也应该对伊藤美城的这个勇敢 顶战,而且呢 这个国平也需要像伊藤美城这样的强劲对手 这个对手变得更强啊 我们以我们才能啊,变得更强 大家论为了,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